甜呢 这是茶吗 乌龙茶 绿茶 红茶 是普尔吧 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测试 我们书院造自己在出品了自己书院造的白茶 我们这个月会推出黑茶 在今年的新的春季 我们会推出自己的普尔 当然了 为了更好的推广茶文化 我们书院造也希望能够做一些研究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爱喝的茶是什么样的 所以暂时先把我的茶放在一边 今天同事们给我准备了五款 说是年轻人比较爱喝的茶 让我来这个品测一下 好 先尝尝这个第一款 就先不告诉我是什么是吧 好 它里面肯定都是含有茶成分的对吗 乌龙或者绿茶 我都不太敢确定说实话 绿 啊 绿茶 绿茶 对 那我的对他这个茶还是有一个基本盘道 我自己第一只愿是乌龙或者是绿茶 都有点相似的地方 因为它是冰镇的 所以它比较爽口 对喉咙也比较清爽 跟喝热茶 从口感上 我觉得首先在温度上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说实话 反正喝了三四口以后 我感觉那个唇齿之间还是有一点点色的感觉的 嗯 好 第二个 哇 这个好甜呢 这是茶吗 这里有茶吗 有 这像果汁啊 它里面混的桃子 桃子 然后茶是什么 我完全喝不出来 它是乌龙茶 乌龙茶 你看这个桃子的香味 这个水果味太浓郁了 包括它也很甜 我不太能够品尝到当中这个茶的这个滋味啊 太甜了 更像是一个果汁饮料或者水果饮料 好 第三个 第三个从颜色上看 更像茶一些 大概是应该是发酵茶啊 我说从颜色上看 哎呀 是红茶或者是乌龙茶吗 是红茶 红茶 哦 那还好 嗯 这个是有有有茶的味道的 我为什么会喝这个三四口 也是希望跟口腔充分接触以后 感觉一下茶在当中的这个品质也罢 或者口感也罢 我觉得这一款相对还好 第一是有茶香 第二个 它肯定也加了别的原料 对吧 还是也是甜的 对 去加糖 七分糖 当然了红茶在西方的喝法就下午茶红茶是加糖 还可以加奶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 嗯 好 第二个 第四个 这个从色泽上看就是更接近茶或者说是茶当中的深茶或者最多是微发酵茶比如说普尔啊白茶呀目测啊尝一尝 我只能说它应该算是这种不发酵茶大概是绿茶或者是普尔深谱这是什么茶 乌龙 哦乌龙 你要这么说其实它很接近茉莉花茶 嗯更接近茉莉花茶 当然它是乌龙和有点点发酵的口感 第五杯 这个的普尔味很浓 是普尔吧 嗯 应该是手朴 小清干吗 对 那这个就还算是一个茶就是清干加普尔 只不过它是一杯凉茶 这个怎么说呢简单的评测完毕 评价一下就是我觉得年轻化的茶饮 我觉得这个符合年轻人的一定的消费习惯吧 他愿意喝甜的喝冰镇的喝这个香气更丰富的 因为年轻人来喝饮料 然后一边是纯粹的茶 在茶和饮料之间找到这么一个一个空间 生成了这样的一些产品 所以即使将来我们书院造自己要去研发一些 更适合年轻人的茶的话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看看我们能去做些什么样的尝试 这个年轻的朋友们 还有什么年轻化的茶饮想推荐给我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让我这个烙茶友也开一开眼界 好了 我还是去喝我自己的这个热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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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